搭小黃按表70元起跳 今年春節照慣例加加收費 現在過年期間我們測試加加20 加加方案北北基從14號上路 白天按表寄費加收20元 晚上夜間寄費再加收20元 桃園市晚兩天 不過按表加收兩成上限100 另外台南高雄白天晚上費率不變 加收50元 台中花蓮則是全天按夜間寄費 再加50元 20元幅度還可以 節奏因為往年好像都差不多吧 可以吧 不要太常搭就好了 好像有點貴吧 有點貴 要在節節節 對 過年搭小黃荷包多失血 就怕民眾轉向不加價的Uber 北北基陶計程車工會 推出全民檢舉活動 只要提供Uber行車路徑 車號 收據 就能拿到獎金500元 而且沒有領取上限 價值朋友也可以檢舉 所有市民都可以檢舉 不限車輛 他只要那個行為 那一部車 一天能夠檢舉實踐 一樣的實踐就5000塊的獎金 號召民眾當神秘客 工會第一階段提供50萬元獎金 加入主管單位取締行列 應該不會吧 對啊 畢竟大家都是要生活 一般消費者而言 他只要能夠安全抵達到目的地就可以了 你不會特別想說有這個活動來決定 我應該不會了 民間工會自發性抓Uber公務總局 也持續開罰 目前取締Uber公司142件 開罰1795萬 司機沒有職業駕照 共141件708萬罰金 只要Uber繼續營業就繼續罰 希望二子違法車輛 在路上怕怕燥 記者流量和高家福 大陸報導